1970年出生于台中 曾开设9间风格独特的餐厅 国际知名艺术大师洪毅 在30岁那年依然走向艺术家这条路 夹带着丰富的社会历练 作品因此更贴近人群 依然传达出生活意念 让我们一起听听洪毅老师的艺术观点 有时候我会觉得说艺术基本上就是一种感性的发明 感觉性的发明就叫艺术 但是它可以在各个领域 那我们在视觉在想法里面的艺术家 基本上对于美学 对于这个环境看来觉得不漂亮的地方 还是少了点感觉的地方 我常常讲能够再进步 能够再有新的可能性 这有时候常常就是要有艺术家的脑袋来思考 所以说它可以跨及任何领域 衣服也可以漂亮亮亮的 然后看到的杯子盘子 房子 它其实都跟美学有关系 所以说我自己觉得说各个领域都行 如何跟这些 生活在这块土地的人结合 但是有一些企业家 他愿意跟艺术家 多聊聊 多听听他们的想法 找适合属性的艺术家互动 总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 艺术融于生活 文化造就养分 我们又该以怎样的思维 将艺术在地化呢 其实接地气也是很重要 养分在这里学习到了 以前的旧历史 西洋美术史 东方美术史 这给我们的养分 再来就是我们在这里的生活经验 所以就长出来的花不一样 今天你把我这颗花种在台湾 这个土地 跟种到高雄可能不太一样 因为它那边的天气 它的长的形状向阳性 它长出来花的大小也不太一样 如果你把我种到非洲也不一样 因为它是吸收这养分 长出来的花 长出来的叶子 长出来的枝干 这接地气就是 其实很多人常讲 接地气就是在地化 在地化才能国际化 手绘是创作最初的雏形 涂鸦也是一种艺术的风格 所以说那个文化背景的不一样 所以说它那里长出来的 发展出来的涂鸦 也是因应时代而生 他们也或许在抗议 为什么一定要画画画在画布上面 以前我们在本子上画画老师 也说不可以画 会被打啊 会被罚钱啊 这也可以啊 我都鼓励我小孩家里存强 还怎么不画了 多画啊 那本来就让他自己本身的 天生生下来的本质 为什么一定要画在画面上面 我常讲那为什么要有涂鸦艺术 他就是这样来啦 本来原生就是他喜欢 看到东西想画 那不是坏事啊 所以才延展出来这个涂鸦艺术 那国外流行呢 一定会流行到台湾来 因为台湾是一个岛的地方 全世界的资讯都会流到这个岛来 艺术家与企业该如何对话 让艺术美学获得知识的能量 你一定要有特色要有热情 那本身在这里 这些企业跟政府要支持啦 不然其实我们脑袋无用武之地啦 那怎么办呢 那怎么办呢 只能在纸上作业 只能面对这个问题啊 不然就是如何 国际化啦 我觉得我们慢慢把这个 但是这一块其实还是很多人不太注意啦 就是对艺术这一块是忽略的 所以说我也常常喜欢替艺术家发声 因为你不要看这群人 他不太会讲话 还是默默的 其实脑 满老实的想法 都是很前卫很有思想的人 所以说你如何让他们发声 还是跟社会互动 我常常讲两个频率要调整啦 一个AM 一个FM 永远对不上频啦 那是不是政府 企业退一下 艺术家也前进一点 调频调一样 就能对话啦 大家做的工作 行业别不一样而已 所以说我们比较有点精神性一点 有点理想性啦 那不代表我们不是人啦 我常常出去买 买颜料 去买饭 买便当也是 也要付费啦 对不对 不然神应该就不用付费啦 神就要付费啦 神就要付费啦 对对 所以说蛮有趣啦 所以说这个社会需要进步 然后跟群众之间更多的互动 两兆要有热情 才能碰出火花 透过与产业的结合 艺术开始变得不一样 贴近人群影响生活 我们都期待着 艺术将在这片土地上 开始缔结出新的火花 有时候我看到一些朋友在做什么 我说你做什么行业 你说印布头 我说好 那布来印我们的图案好不好 那很好啊 不是去买国外的布回来做啊 大家都买现成啊 像我常常讲台湾铁皮乳那么多 我们都买现成建材啊 既然铁皮乳那么多 最方便最便宜的建材 为什么不在这上面下工夫 如果我是那个铁皮 铁皮的工厂的老板 我是老板的话 那个铁皮一定会非常精彩 起码也会有色彩啊 看你要什么风格的我通通有 当代现代什么都有 还是复古都有啊 但是 可是材料就给这些 你只能这样做啊 大家都便宜 形式化了 那如何让我遇到这个钢板的老板 我就可能给他一点建议 你有赚钱呢 是不是拿一点钱出来实验 让这个社会更进步的力量啊 这个很重要啦 企业家或许要出点力啦 不要大家都已经习惯了 很多东西被习惯 可是没有办法有交集啊 想到艺术家就觉得怪怪的人 干嘛跟他交集 其实他们自古以来就觉得 这两个字是很怪的 但现在有很多人喜欢用 我也看不懂 很多字都在用啊 政府也在用 企业也在用 只是他们更多产业需要 不是只有那几个产业在用啊 因为银行也喜欢用啊 我觉得比较大的企业 但是他还有中大中小都可以啊 各行各业都可以跟艺术交集 我觉得这可能就是 这个时代艺术家的新的一种功课 一种课题 他不是只是把画 掉在美术馆跟课厅而已 我想应该有更多的地方需要 更好的想法跟观念 他可以扩计到各个领域 天南地北无所不谈 职人润述唱所欲言 国际艺术大师鸿毅 畅谈艺术面面观 未经许可, sans RE arth Festival